金利M7PLUS证件照报告 高端大企全面评还有真皮了 10月26日金利将在深圳举办冬季新品发布会 金利将发布覆盖高中低端市场的8款全面评新品 从此前报告的消息来看 本次发布会上高端全面评的新机主角将是金利M7PLUS 今天该机正式亮相工程部 下面一起来看看其证件照 从上面的几张图可以看到 金利M7PLUS跟之前曝光过的新机别照并无二致 该机会采用全面评设计 后置是指纹识别 后置双摄 机身背面采用真皮材质高端大气 另外之前在访问网站上和我们的消息来看 金利M3PLUS的尺寸应该在6英寸以上 18比9比例 处理器为高端效龙660移动平台 内存为6JB 机身存储为64JB 前置上合为800万 下后置1600万像素笔合 价格应该在3000元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